为什么猫抓到老鼠后不吃 而是拿来玩耍 这究竟怎么回事 在农村 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着一只猫 而且大部分养猫都是为了抓老鼠 在古代 当时农业刚刚兴起 人类聚集成一个个村庄 并开始储藏粮食 但随着粮食越来越多 吸引了大量的老鼠开始在粮仓里筑巢 它们开始偷吃人类的粮食 而作为肉食动物的猫 大批的老鼠对它起到了致命的诱惑 开始进军粮仓 人类发现猫咪并不会破坏粮仓 而且还会捕食老鼠 所以就没有阻拦猫咪 随着猫咪的捕食 偷吃粮食的老鼠得到了控制 从此 人类开始亲近猫咪 几乎家家户户都开始养猫 因此 猫咪并不是被人类驯服的 而是自愿地被人类所驯服 在猫咪和老鼠这两个物种中 猫咪始终作为捕食者 是强势的一方 而老鼠在见到猫咪后 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它对于猫咪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 虽然猫是老鼠的天敌 但捕捉老鼠并不是猫咪天生的行为 是属于后天性的行为 因为老鼠的体内有牛黄酸 而这种东西正是猫咪体内所需要的物质 缺少这个会导致猫咪的视网膜病变 从而造成失眠 由于猫咪自己没有办法合成这种物质 需要从外界摄取足量的牛黄酸 所以会大量地捕杀老鼠 为什么猫抓到老鼠后不吃 而是拿来玩耍 老鼠为何不逃跑 它们的繁殖能力十分强大 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它们大部分会出现在人类的生活区域 在大自然中 它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挖洞 从夏季开始 就会开始储存过冬的粮食 像种子古物等都是它们的选择之一 它们的食物也很多 家属为了适应人类 就会吃掉它们可以得到的一切食物 相传在古代 老鼠曾是天上的神仙之一 玉帝为了惩罚人类 派老鼠下凡来偷吃人类的粮食 在老鼠刚下凡的时候 一直遵守的玉帝的指令 只吃人类的粮食 但随着粮食越来越少 老鼠的食物也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就把目标扩大成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连床单 毛巾都是它们的食物 玉帝健壮立马将它的天敌白猫派下凡惩罚老鼠 所以就有了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的一幕 猫抓老鼠 在猫抓老鼠的电影中 老鼠经常戏耍猫咪 老鼠也十分可爱 但在现实生活中 老鼠并不是那么可爱 相反 人类很讨厌它 它们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还影响了我们的健康 它们常年生活在阴暗潮湿的下水道区域 因此身上带着很多致命的细菌 到目前为止 能知道会传染给人类的疾病就有鼠 鼠咬热等等 而猫咪要是食用了这些带有疾病的老鼠 下场只有死亡 老鼠还十分会打动 我们可以在它经常出没的地方摆上几张粘鼠板 这样就可以将其抓住 而且要注意 老鼠的视力很差 它们会凭借着胡须来贴着墙面走 因此我们在摆放粘鼠板的时候 要贴着墙面摆放 而找到老鼠的洞口时 要用发泡器填充 避免下次再有老鼠进入室内 为什么猫抓到老鼠后不吃 而是拿来玩耍 这究竟咱们回事 相信家里有猫主子的朋友们 都见过这个场面 猫咪在抓住老鼠后 并不会立马将其吃掉 会先和它玩一回 这究竟咱们回事 原来 随着时间的发展 现在家家户户都养着猫咪 猫咪在抓住老鼠后 会先叼着它去主人面前邀功 让主人知道它抓住老鼠了 毕竟陷入金利宫的机会 并不是天天都有 现在的猫咪大部分都是半散养的 每天都会有食物喂养 因此在抓住老鼠 不会第一时间吃掉 这时候的猫咪大部分 都是已经吃饱了 这也是没有食物担忧 而且由于老鼠 在刚被猫咪抓住的时候 战斗能力还是很强 如果现在立马将其咬死 很容易引起老鼠的反击 为了保险起见 会选择先玩它一回 消耗一下它的能量 之后再慢慢地将其咬死 在这期间 也可以锻炼一下 自己的捕捉能力 反观老鼠 在被猫咪所捕捉的那一刻起 就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 想要逃走也逃不掉 它们也知道 这是自己死亡之前 最后一次玩耍 这也是猫咪对老鼠的侮辱 因此 大家就会看到很和谐的一幕 但万万不要以为 它们两种物种会做成朋友 要知道在大自然中 体格强大的物种 在弱小的物种面前 始终拥有很强的震慑能力 在野外 野猫捕杀猎物是干净利索的 因为一方面可以减少体力的消耗 另一方面 尽快地猎杀掉猎物 可以更好地隐藏自己 而家养的猫咪 并没有食物短缺的忧虑 精力旺盛的 它才会出现玩老鼠的举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哦 科普解说员 在线争稿啦 干净 limiting 我们下期见